爱人爱到毫无自尊毫无底线 永远在想对方的感受 那我呢 天哪 渣 都等终于睡着了 耶 最近大家都知道我有发一首新歌叫 在见错的人 我有答应大家 我会常常到在见错的人的MV的底下 去看大家的留言 然后我也有去回复 所以现在没有人来吵我了 我要来看留言咯 准备了一杯白酒 白葡萄酒 开心 你有吗 快去拿一杯吧 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回哦 没有回复的朋友就sorry啊 这个是Joanna Joanna说 当渣男劈腿时不要纠结 不要不干性 索性丢掉垃圾 因为你会知道他并不是因为爱另一个而不再爱你 他只是最爱自己 说得很好 我觉得一个开心长久的关系 另外一半一定是我们两个一定是要彼此信任的 我觉得才会长久生活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 下一个是蓝玉的 Sam 这不该只是女人的歌 男人可能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爱情 谢谢这时候出现这样的歌 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Sam跟他30年的好朋友后来变成情人 因为他的这个好朋友呢 遭遇了婚变 Sam反正就照顾了他跟两个孩子 Sam发现后来他一直活在前夫的阴影之下 就是这个女孩 这个女人他一直无法忘记他的前夫 反正他们之后就分开 分开之后Sam也继续的帮他照顾小孩 甚至也在经济上面也有继续帮忙 那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女的就跟别的男生交往 而且结婚了 哇 我知道你非常的痛 但你是个好人 我相信你有一天也会遇到真正是你对的人 加油 推口 这个是Simon 听许若萱的歌 从春天哭到夏天 怎么无论闽南语歌还是国语歌都那么好哭 不错啊 哭是一个蛮好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啊 我认为要找各种管道去宣泄出来 那当然是不伤害别人的管道啦 比如说大声在家里唱再见错的人 我是蛮健忘 记性不太好 我不太会去想过去的事情 就算可能过去某一个工作阶段特别有成就 我也不太会去怀念 因为我觉得人生好短哦 我想要去经历 想要去学习的事情好多 我是一个不会无聊的人 因为我会一直找事情挑战 塞满我的生活 让我自己忙碌到不会胡思乱想 所以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太无聊 太无聊就容易胡思乱想 好吗 还有下一个是王浩平 谢谢曾经离开我的人 因为我就是那个错的人 对不起 我会努力让自己成为对的人 哇 王浩平 姐要找你干一杯 我觉得王浩平很棒哦 我也是一个会检讨自己的人 我觉得会检讨自己问题的人 你以后一定会非常的幸福 我在再见错的人里面有写一句歌词 亲爱的爱情啊 亲爱的爱情这些失败我们都有责任 我自己以前又不成熟的时候 所以谢谢曾经离开我的人 当时我不成熟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进步很多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不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或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 这段感情可能都会错过 但不要想太多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去经历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很坚强很勇敢 怎么样都要爱自己 乐观的活 多一点正能量 不要什么都用负面思考 因为一个事情都有很多很多的角度 许妈妈每次都说 看得开 看开一点 欢喜心 要做就欢喜心 不要一边做一边complain 所以许妈妈到现在都年轻漂亮 每一天等你短讯 等了12小时 一日忍不住再找你 回的也只有简单几个字 每天都说很忙 忙到连手机也不看吗 我很想放弃 但我又不舍 第一次爱人爱到毫无自尊 毫无底线 永远在想对方的感受 那我呢 天哪 渣 一个爱你的人 他的频率是跟你差不多的 他不会让你这么没有安全感 他不会不小听到你的声音 不理你 你说我看了很难过 你别哭了 我觉得你要坚强起来 然后独立自主一点 以前我也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非常的讨厌那种感觉 可能我的精心在牡羊 所以我不能接受 我就会立刻 再见 因为再见也是很痛 但是这样苦苦的等候 这样子的想对方在干嘛 他为什么都不理我 我觉得那样更 那个痛还加上委屈 那我宁愿 我痛就好了 痛我也要挨自己多一点 你会遇到更好的人 好吗 加油 看到我的吉他 我真是不想承认 爱错一个人 爱你所以囤人 状看不见 不是本 想成为更好的人 需要多残忍 该怎么疼 就让他疼 犯了 再见错 的人 晚上不敢太大声 喝了酒声音好像有点比赛哦 最后谢谢你们喜欢 再见错的人这首歌 那其实被背叛的经验我也有 所以我在录音室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唱到一半的时候是痛哭的 因为有一些记忆很深刻 只是你平常不会想起来 但是会在某一些时候 它会被挖出来 有期后我们再聊天咯 然后晚安 Love you